新华社德黑兰2月2日电,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鲁芝斯坦省,一处军事基地,2日遭到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伊朗办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西斯坦比鲁芝斯坦省警方的话报道说, 两名恐怖分子2日上午,潜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尼克沙赫尔市的一处军事基地并发动袭击,开枪打死一名革命卫队人员,打伤五人后逃离。 目前,伊朗安全部门正在确认袭击者的身份,已展开前面搜捕。 原标题,特朗普·埃尔多安保证,将铲除续境内,谈存IS分子态度坚定。 当地时间23日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再次谈论了从叙利亚撤军一事。 特朗普在推文中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非常坚定地向他保证,在美军从叙利亚撤退后, 土耳其将铲除叙利亚境内的残余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 特朗普还称,埃尔多安是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而且土耳其就在叙利亚,隔壁,我们的军队要回家了。 23日较早前,特朗普和埃尔多安还通了电话,讨论叙利亚局势。 两人同意在美军撤离后,彼此通过军事、外交,及其他方面的协调,避免叙利亚出现权力真空的问题。 赵忍龙,环球网军事1月24日报道,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DTV1月23日报道。 印度举行的海上首页,大规模军事演习共动用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大约150艘舰船,以及40多架飞机和直升机。 此次演习期间,将演练一系列综合行动,旨在防止发生2008年孟买恐袭类似事件。 海上首页,军演于周二启动,持兵实弹阶段,并于周三举行。 新德里电视台指出,这是印度经济之都,遭极端责责攻击后10年来举行的最大规模此类演习。 新德里电视台援引海军发言人的话报道称,此次军演目的是对孟买恐袭事件后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检查。 海上首页军演员印度,长达7500多公里的整个海岸线展开,涉及所有13个沿海邦和联邦属地。 2008年11月,多名伊斯兰武装分子从巴基斯坦乘摩托艇抵达孟买,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造成166人死亡。 其中包括多名外国公民。 At Sevilla Debt Post,7500 on the 31,据俄罗斯卫星网19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消息称, 该国国务院批准了,可能向土耳其出售爱国者Patriot,反导系统及相关设备的交易。 总价为35亿美元。 据报道,土耳其此前请求购买4套装备,及20个发射器,和80枚拦截弹。 消息称,土耳其将把爱国者,用于加强其反导防御实力,保护其领土完整,并遏制地区威胁。 这一拟定出售将使土耳其军事防御能力有所提高,以便防御敌对侵略,并保卫可能在土境内实施训练和行动的北约盟友。 据报道,此次批准出售爱国者的消息,是在美土两国因一系列问题,导致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传出的。 此前安卡拉计划购买俄罗斯F400防空导弹系统。 华盛顿曾对此强烈反对并威胁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梯,为祖国战岗为人民守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练兵备战中迎接新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梅士雄,为祖国战岗,为人民守岁。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从东海之兵到西部大漠,从北国边疆到南国海岛,全军部队加强战备值班。 狠抓练兵备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既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又确保官兵过一个快乐祥和的节日。 兵不结甲,剑不松弦。 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和武警部队作战值班室内,值班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指挥顺畅。 各部队严守战备值班执勤制度,时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准备。 始终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确保一声六下,能够迅及出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立兵莫马,整个带弹,演兵场上,广大官兵身龙火虎,苦练圣战本领,处处涌动着练兵热潮。 在祖国北疆,北部战区陆军牟旅,冒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 爬兵卧雪,像卯丁一样坚守在站位上,捍卫着边防安全。 在冰雪覆盖的帕尼尔高原上,被誉为西锤第一哨的新疆军区,斯姆哈纳边防连官兵顶峰冒雪。 日夜巡逻在边境线上,守卫着祖国西大门的和平与安宁。 有着两栖霸王花美玉帝海军陆战队某旅侦察营与兵队,展开格斗、薄服、攀登、射击等多项军设计能训练。 锤炼顽强抑制和过硬本领。 在千米高空,第七十五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十余架某新型武装直升机铁翼飞旋。 马达轰鸣。 一场精彩的空地协同也论拉开帷幕。 显南客幕轮番上阵。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武警河南总队洛阳支队某中队的官兵们,坚守在地下九十米的龙宫少尉,确保国家重大工程平安。 从城市到乡村。 从深山到大漠。 全军各部队的座座均匀红旗飘扬。 灯笼高挂。 处处洋溢着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 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在营须贴起对联。 火箭军某步挂起灯笼。 火红的中国节把节日的氛围,装点的格外浓厚。 北海舰队某旅,举行迎新春文艺演出。 慰问一线官兵。 鼓舞军心士气。 空军航空兵某团在营须围起彩灯。 拉起彩条、气球。 开展年位十足的趣味活动。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直勤二十二中队官兵自编自导联欢晚会。 幸福快乐洋溢在每一名官兵的脸上。 全军部队各级党委组成慰问团。 深入基层部队慰问。 为官兵办实事,送温暖。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政委周永弘,带领机关人员,来到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昆木下哨所慰问官兵。 并把三等工奖章,送到上市李继瑞的手中。 新疆军区为有学海孤岛之称的某边防团红山嘴边防连送去新鲜牛羊肉、海鲜和蔬菜水果等年货。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将补给物资和年货,送达位于东海深处的庙子湖岛首岛官兵手中。 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完成营区浴室,取暖供水改造。 组织机关联合服务队,深入基层办理分居费、身份证、休假审批等一站式服务,为十余名临时来对官兵家属安排公寓住房。 为基层官兵排优解难。 新华社卡普牧,1月5日电,记者满意冲,当地时间1月3日。 中国第二批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克服天气影响。 成功完成2019年首次任务飞行。 分队派出执行本次任务的是一架米-171,中型多用途直升机。 直升机从北达尔富尔州法西尔机场起飞。 将16宁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联飞达团人员和400公斤物资运送之一。 零零多公里外的两个任务点后顺利返航。 当天航路天气并不理想。 多云伴有较强阵风。 空气中弥漫着轻微沙尘。 直升机于上午时时三十分起飞。 此后,飞行指挥组在监控屏幕上,实时跟踪直升机回船的各项飞行参数和工作状态。 时三十四十五分。 直飞机组驾机,安全返回法西尔机场。 顺利完成任务。 据悉,中国第二批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 依托陆军第81级团军陆航牟旅组舰。 自轮换部署四个月以来。 先后完成麦拉山禁飞区救援、伤病员紧急医疗后送、弹药危险品运输等急耐险重任务。 累计飞行三百二十余小时。 运送人员一千一百余人,货物近一百二十吨。 被连飞达团誉为不可或缺的空中力量。 原标题,火箭军聚焦实战。 组织导弹旅团长比武,一线带兵人赛出真功夫。 今年一月四日,习近平主席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一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再次庞召请不吝点赞 订阅Bis。